朱文贵 文贵 孟贵 郭文贵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 为何要结束 而不结束 因为要再回复一下故事 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经常会见到这些问题 实际上很容易地 故事就结束了 如果我们走多一步路 我们每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会更多看入 多一些去的时候 带我们自己离开我们自己会以有的世界 而是去看多一些其他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同理心的训练 实际上人类的分歧是因为来自我们缺乏这个同理心 如果我们的同理心是够多的时候 我们去了解对方 我们去understand到其他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感受的时候 我们的人类的分歧应该是会少了 刚才他们的故事是基于一些事实 就是在曼加拉经常有工厂大火 是烧死成千人 整间房子倒下来 很多时候会发生这些事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因为那些去给钱去经营这些店铺 这些factories的大财团 他们是很剥削这些工人 实际上我们会有那么多 可以享受那么多的cheap clothing 或者是我们吃的巧克力 喝的咖啡各种的东西 事实上是因为有很多被剥削的老公 事实上这个世界是 这个的剥削的老公 和这个小孩的老公 是数以百万计的 如果我们的小朋友是明白到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是否会回头来 去令到我们自己帮到自己 去重整自己的价值观 以及去塑造我们自己的过程 我觉得音乐可以帮助我们表达这些东西 我们一直去作剧的时候 那些小朋友因为他们自己作 那个script就是我们聊完了剧情 就由我写出来 但是我会觉得大家 不知道他们事实上每一个 是感受到他们有什么的体验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比起他们没做之前 应该会更深入去了解多一些社会上的问题